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3月26日 真的不够去玩 今天要讲什么呢?要讲我们的黄金销售员 不是电脑那些,我是讲金牌的意思 金牌销售员,哪位金牌销售员?就是南的叫爽,紧爽 最近很爽,做生意啊,发死恩财啊 这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紧爽,今天证实全世界至少有17国至少 他觉得还会很多 所以就说,之前德国那里自己搞定 突然间,你不跟人买,别人就找方法搞你 那我想点,就不知道了,麦克伊,就会不会生猪呢? 这里,德军帮忙买口罩,租人叛徒截户 疫情爆发以来,德国已经很多次帮忙筹操这个防疫物资的了 但是,但是啊,真的够住 在肯尼亚这个地方,肯尼亚啊,一带一路啊,那怎样啊? 他筹办的,订购的600万个口罩啊,突然间怎样啊?神秘失踪 所以你要直运的了,现在的东西 即是找些空军去直运啊,如果不是,你靠他一带一路书送带啊? 那条书送带,即是会不断自...咦? 咦?然后,可能滚了到一只熊猫的口罩啊 那你见到了,德军的后勤采购局啊,订购的一批FFP2口罩 相当于是N95级别的了 原本呢,就会在3月20号时候送帝德国,说这些拿来救命的啊,是不是? 麦克伊,但是啊,肯尼亚机场的时候啊,运到的时候呢,就神秘失踪 这个是后勤采购局的一份内部文件,那里得知的 那由于已经在机场失踪了,那当然就发不到货去德国那边啦 所以呢,哪个赔啊?口罩商,那个厂商 虽然啊,这件事来说呢,它是没什么损失的 即是至少都要赔款了嘛,但其实已经做了无形的损失的了 即是你想想,我运一些口罩给你,不见了要我赔 那结果其他厂是不是至少不愿意运口罩给你 或者运的成本要你承担啊,又或者是要你承担啊 你买一些保险各样啊,不是说你没有金钱上的损失就没事的嘛 就不知道麦克伊知不知道啦,有没有price in下去啦 有没有在华为那个方案那里呢,加些premium下去啦 不是不够赔的,人命值多少钱啊麦克伊? 整件事就是因为,几星期之前呢,其实德国联邦政府 疫情危机应对小组已经决定了的了,就是等德军都帮下手 就是在这个后勤采购部那里,和海关总署一起协办 这个联邦卫生部的筹集工作,筹集医疗防护物资,已经和全球多间厂商签订了总额 2.41亿欧元,即十几亿港元左右的医疗物资订单,其中是包括了数千万枚口罩的 几千万枚口罩不是很多的,应该订多些嘛,不过德国那边的隔离措施做得好些的 这个是政府内部人士提供给明镜周刊的资讯来的,所以就一定很坚了 尤其现在是,因为现在口罩是脊手可热的物资来的嘛 那德国之前其实都有试过扣人家那些口罩的 不过他扣是因为呢,已经限定了就是那些口罩不得出口的,那于是乎有一些过境的口罩 变了,他们以为是出口的时候就要查一查,所以就扣住了 这个,他跟瑞士之间有少少磨擦,就是因为这件事,也会有些这样的情况出现的 中国都有啦,更何况欧盟是不同国家,中国那些不同省份各样 他们自己顾自己省的嘛,你可以见到,他们是那时候抢物资,现在你知道为什么 就因为呢,他不知道你那些物资是,就是口罩来说的,他不知道是这个省出口去另一个省啦 还是是过境的呢,还是怎样呢,那会影响他政绩的嘛 那这个就不是,欧盟这个是因为不同国家,而且他已经限定了自己,那些口罩是不可以出口的 那结果,如果你转口的时候那些,他可能不小心扣起了啦 但是肯尼亚这件事就不会是不小心啦,就是摆到明的啦 为什么会无端端没了呢?而肯尼亚这个地方呢,就应该没什么这些,这样的 不让口罩出口的问题的啦,就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抢了啦 四个字,不逆而非,那结果你的口罩不够用的时候呢 就有个金牌sales在你旁边,咦,没有很多口罩啊,喂 就充当着这个,狗世主的角色啊,哇,不得了啊,真是 就是这个锦爽啊,还很开心啊,签到很多张单,不知道是不是有回勇的,真是 这里,锦爽在3月25号的时候证实,目前全球至少有17个国家和联合国 已经和中国签署合约的啦,联合国都签署,行啊,多大的认证 即是能够卖医疗物资,以昂贵的价格卖医疗物资的,只有共产党 是不是很辛苦啊?买个口罩回去啦,还有快速测试剂啊 那签了约的时候啊,是会采购那些病毒的快速测试剂啦,口罩啦,防护衣啦,护目镜等等 他卖得很贵啊,即是你见意大利那件事已经知道啦 十四个半仁钱一个口罩,你买啦,真是 我觉得你真是那些叫什么呀,买棺材给他就算咯,搞那么多东西干嘛 哇,但是说得很漂亮的,紧爽说什么呀? 中国啊,由武汉肺炎爆发以来的,向来主张维护全球经济的说 即是,当然啦,全球的经济就是他的经济咯 向来主张维护中国的经济,以确保物资供应链,产业链可以稳定生产 中国啊,努力这样提供便利的措施给世界各个 便利的措施包括什么呀?你向其他厂家买的话我就扣起你 找一带一路扣起你,问你死了没有? 然后呢,就不断宣传我们很留意帮人的 于是乎啊,全球各国就和中国采购医疗物资了 哇,够世主啊,这个就是全球华语权啊 有些什么国家和他买啊? 阿塞、拜然、波斯、尼亚、巴西、文莱、捷克、吉布地、希列、匡牙、利、意大利、日本、卡达、密西哥 普通亚、俄罗斯,哎,俄罗斯都要啊 塞尔维亚、土耳其、英国 那希望他们买完那些医疗物资啊,有用啦 食胚伤盗老虎啊 就是你想啦,如果啊,我是买棺材的 那你说我想多些人死啊,还是少些人死呢? 那他买口罩的,你说他想你快点医好啊,还是迟些医好呢? 那这里有说多一件事,中国门座折克15元检测试剂 诶,错误率80% 他是这么说的,没法用,怎么会没法用的啊? 喂,但是,检测错误率80%真是很离谱啊,为什么啊? 如果我说你中,那你不中的,我个个都说中 你最多都是50%错误率而已,对不对? 他80%错误率,怎么可以做到的? 那没有,就是马云话头咯,假货比真货更好 那别人那些测试剂,你反过来就行了 他错误率80%的嘛 那阴性当阳性阳性阳性当阴性 那就准了,对不对? 我这么想而已 一钱呢,折克专家就披露 中国门座的15万个快速检测试剂 错误率高到80% 所以只能够用回传统实验室的检测手段 咦,那给了钱了吗?差了钱了吗? 有没有得杀仗啊? 没有的,咦,那怎么办啊? 被人骗了,老实仔 那专家说有多搞笑的,他说什么? Fortunately,幸运的事,我们很有远见 立即取让对试剂盒进行检查 证明了检测的错误率 这件是幸运的事 那不幸的事是什么? 给了钱了 喂,不合你跟我买 我可能扎试仔,准确率都高过去 是啊,扎试仔 咦,不是哦,他两成准确率嘛 扎试仔123456 好像只有18% 那那么低过去吧,不好意思 那扎试仔啦,公子 扎公子 去决定你有没有染病 那这样就准很多了 50%准确率啊,至少 那没有的,就是 那麦克隆和约翰逊 都还接这个 习近平电话 那又不知道是不是谈调了 我们很多口罩便宜的,跟我们买啦 哇,这次真是,有批牛肉很划的啊 想要就打这个电话啦 怎么够他玩啊? 现在一带一路,连起来 是个死字来的啊 不是的,做多些大外孙,连下连下 那就变了个店字的啦 唉,欧洲那帮,没有希望啊,真是 还要意大利的外长跳出来说 感谢中国,有幸加入一带一路的说 哇,大佬,又是谭德塞那些啊 就是最好呢,就去去后堂那里啊 看一下是不是有些,用白银砌成的城堡啊 接着又打个蝴蝶结在头那些呢 哇,原来呢,今时今日,为谭德塞 那只埃塞蛾比黑衣平反啊 原来做黑衣的,不只是他啊 那为何会说是磁门物资呢? 因为中国政府其实,上星期就和意大利 运送物资,而运送的包裹里面全部写着 迟缓的,不过那批物资全部要钱的啊 都是迟缓啦,不过要付费迟缓而已嘛 但是没办法啊,这个显示到就是欧盟的漏洞啊 欧盟的漏洞是什么啊? 在有烂的时候,这些真是大烂流头各自飞啊 啊,那你现在有烂的嘛 各各就各自为正,啊 头就顾不到手,手又顾不到脚 这些叫,那既然你自顾不下的时候啊 你看到了,德国发觉,哇,是完全没有那个话语权啊 喂,玩下手,帝市 真的啊,欧盟可能解散的啊 然后变成了中国的其中一个省啊 哎,祝你好运啊 哇,其实这招又高张的啊 你想下,我武汉那几百万人啊 现在,哇,真是,还不一桶江湖啊? 日出东方为我不拜啊 民城武汉啊,千秋万载 杀完你的人,还要写到自己是救世纸 然后做完这单生意,还要你去感激他 哇,好叻猪啊,兵法至高境界 哇,真是,明明是个街砖地来的 哇,加下被他捉到变吸烟了 至高境界,至高境界 不是紧爽说的那些什么啊 有本事不要买中口罩啊 唉,好,今天讲到这里 好,快到这儿了 走吧 走 走 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